下面这有个提问 这提问问得很好 何问 女人敢 以硬化 以硬化毒啊 何以毒标丈夫 男人丈夫是男人 男子啊 男子佛都这样照顾她 都要毒她 女人怎么办呢 这下面就说出来了 丈夫包括女人在内 要要懂得这个意思 大制度论的书 你看 制度论大约 若说丈夫啊 二根 这二根就是男女 男跟女跟 五根 天眼是天然的 自然的 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了 心天的缺陷 女 女 女众 通通 还是 自己众 故书 丈夫啊 所以佛经里面 这个丈夫是包括女众啊 连五根都包括在里头 啊 这个才约满啊 啊 啊 该为 名为丈夫啊 则可 开舍妇女 五根 皆二根 等人 这一句是黄年老 读解的 啊 就是大制度论里面的意思 啊 我们这就不会误会了 这佛法里头真平等啊 啊 佛法里头决定没有中男亲 那我们看到女众啊 在戒经里面好像不平等 啊 啊 戒经里排班 然后咱们是凡夫啊 南东一定在前面 女众在南东后面 啊 比丘戒 两百五十条 啊 比丘尼戒 三百多条 为什么多那么多 这个是 救死论死 啊 什么原因呢 一般的女众 情职比较深 所以佛对她们的教的时候 就比较严格 啊 这四项上啊 礼仪上没有差别 啊 四项上也是一般 也有特殊 接触的 啊 女众 啊 智慧的能度在南中之上 所以看法化解 农女 八岁成佛 那不但是女众 出生里头的女众 一般菩萨都比不上啊 也有借出的 所以这些道理 一定要懂 佛法 真正是平等法 没有 对立 啊 没有对立才真平等 对立才能 对立才能 优优独播剧场 对立才能